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那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 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 使我得到的更多 Ean我们聊到嫉妒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胜过嫉妒 怎么样能够在 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当中 我们帮助我们自己 让我们进入到一个 真正的知足也好 不让这个嫉妒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负面的影响 这真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主题 因为嫉妒 其实带给人很大的痛苦 你知道每一次 当我们在嫉妒的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到说 那种感觉真的 给我们自己很大的压力 然后在那种竞争 跟比较的里面 是很难受的 其实有一个奥地利 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 这个人叫Helmut Schurk 然后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 叫嫉妒与社会 他竟然还去区分 Envy跟Jealous的不同 OK 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不觉得他们不同 但是我很想听听看 对 他这么说 Envy是针对你所没有的事物 OK 所以Envy的焦点是那个东西 比如说那个权力 那个地位 那个物质 那个房子 所以Envy是这个 那么Jealous就是超过我的那个人 你知道他认为Jealous是 是个人的 是真的那个人 OK 所以那可是其实呢 对我来说 Envy跟Jealous都是 很难受的一种情绪 那有一个心理諮商师 他讲了一段话 这个话之字呢 我觉得是很贴切 很贴切的 他说 他说没有 在嫉妒里面 为什么很痛苦呢 因为没有任何事 比别人的不幸 更让他快乐 也没有任何事 比别人的幸福 更让他不安 所以我看到别人的不幸 我就很快乐 我看到别人的幸福 我就很痛苦 那这种情绪你说 是不是真的很痛苦 是 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呢 竟然有一个 是从德文过去的字 那么这个字呢叫 这个字叫Shadden Freud 你知道Shadden Freud 这个字 这个Shadden就是 就是指damage或harm For it就是joy 所以你看到别人 有这个damage的时候 你就很开心 你看到别人被伤害的时候 你就很开心 这个如果要用中文讲的话 就有个成语可以 很贴切的行为 叫幸灾乐祸 所以你知道 这个Shadden Freud 这个字呢 就是很容易被人理解说 我看到别人不快乐的时候 我就很快乐 可其实这样的心是 非常狭窄 非常痛苦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胜过忌妒 是因为这个事情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 你一讲这个我就想到 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 是游泳校队 然后那时候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都还记得那时候 我每次都会挑那种 人数不是很多的那种竞赛 因为比较容易得名次 因为那时候是取六名 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比赛 是七个人比赛取六名 然后我就觉得 一定中 一定中 绝对会种 好开心 然后我就告诉你 那一场我是第七名 OK 第七名 我很记得 我从 我最后一名起来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感觉 我bubble的 我整个小堆的人 都不要得名 那个感觉到今天 我都还明白 所以你刚才讲到说 这一种感觉 其实我 你知道我现在分享很多 关于天赋的爱 或者是怎么样拥有儿子的心 这些信息 其实我整个开始领受这种 天赋的爱的一个启示 其实也是跟 这种嫉妒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慢慢发现 我在服侍当中 我其实不快乐 我在服侍当中 特别是我发现 有一些比我更有恩高的 更会讲道的 甚至有些比我更年轻的 我知道在我早期服侍的过程当中 我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不管是在青年 我们的青年牧区服侍 讲道 有很多人的夸奖 那我就 那你知道我们华人 总是要比较谦卑 没有 一切荣耀归给神 其实我心里面是说 好开心 多讲一点 那就后来有一个 我们都认识的一位同工 对不对 他从国外来 后来我帮他做他的翻译 然后后来那一次特会 真的非常的成功 影响很多的年轻人 那个时候他好像才28岁左右 对 很年轻 就已经红遍整个台湾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 一个特会太成功 因为那一次聚会完之后 就大家就家喻户晓的 一个年轻讲员 那你知道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被人家认为是什么 是认为是他的翻译 那个对我的那种打击 那你知道翻译我不介意 可是因为我也做很多 这些名讲员的翻译 可是他们每一个 都是非常有N高 而且年纪又比我长 所以我在他们旁边 可以吸取他们的精华 对不对 因为有一天他们会过去 有一天就是我周勋正的日子来到 可是这个人比我年轻 你知道吗 我帮他翻译 有一天我还在翻译当中 我离开 他还是继续在讲道 所以你知道那个对我里面 我就好挣扎 我甚至里面就开始对他有忌妒 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 哇 讲很长 那一次他讲大概四个小时 五下 那今天就觉得很渴慕 下面有很多这些 做青年事工的牧者 那你知道我们常常办特会 那我们就会尝试要保护讲员 那我就跟他们同工讲说 哎呀 你们如果 那我当然用自己 用自己做 就是来保护讲员 我说如果你们不 就是如果这个 你们不在乎讲员的话 你可能讲员会累 那你要至少顾虑到翻译 因为翻译也会累 然后就有一个 我都还记得 是一个姐妹传道人 她就斜眼看着我 翻译 换一个就好了 哇 那一句 那句就像你把剑刺到我心里面 那句话就像扫落杀死千千 真的 我没有个大胃杀死万万 真的 我跟你讲 就不能够乱讲话 我告诉你 哇 我跟你讲 从那一刻 我看他的眼神我都变了 基督会使你扭曲到一个地步是 你不只是会扼杀 你之前想要提息的人也好 要帮助的人也好 或者是你本来要祝福的 他扭曲到一个地步是 他开始怎么样 他开始整个人变成是一个 我们都不认得的 后来是真的 我就来到神面前说 我说神 为什么 我会有这种这么多的情绪 为什么这么多的不满 这么多的不爽 这么多的 它是那种酸 然后到苦 都是负面的苦度 对这个人的很多这些东西 我就开始跟神抱怨 然后说神 为什么他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这样 开始怀疑很多神的这些东西 后来直到有一天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说神 我必须要承认 我就是这么孤儿 然后我才开始真的 把我的这些真实的负面情 我就说神 我真的 其实我以前的服饰 也是在不安全感的里面 我以前的服饰 也不是在一个儿子的心 也是在一个奴仆的心 一直抓 一直夺 那当我要抓的东西 别人拿走了 我觉得那种 别人给我的赞赏 他分享走了 甚至更多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没有价值 所以我就发现 其实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不知道我的价值 我也活在一个很深的 不安全感里面 就是那个时候 才开始我整个的 感觉到回到天父的 爱的那一个旅程的开始 心理学家 Abraham Tessler 他真的是这么讲 他说人最常嫉妒的 其实不是陌生人 特别有一种嫉妒 就是你的好朋友 然后在跟你相关的领域中成功 他说这个是 你最容易嫉妒 我觉得Abraham Tessler 这个心理学家所讲 这个是很真实的 有一次我在看 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时候 我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我看到一个叫 Tanya Menon的一个 芝加哥大学的一个 商学院的教授 跟一个叫Lee Thompson 一个西北大学的 商学院的教授 那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就是这种商业的杂志 可是他竟然在讲 嫉妒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想 为什么这样子 世界顶尖的商业杂志 他说嫉妒这件事情 其实它不只是伤害的关系而已 它其实它是会 整个扰乱团队 比如说扰乱整个企业的团队 它会降低个人的绩效 它会降低整个组织的绩效 而且它最后会伤害这个 有嫉妒心的人 在这个Harvard Business Review里面 它就这样提到 它说通常人在嫉妒的时候 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个是扁低 第二个是疏远 他说如果我们发现说 我们嫉妒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人讲出来 就是酸酸的 其实那没什么 那很容易做到 那谁不能做 他那个只是运气好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扁低 当发现这样的时候 如果我们仔细留意 我们自己的言语 发现我们常这样说的时候 或是我们常这样想 其实根源可能是 我们在嫉妒这个人 那么第二个事情是疏远 我们就不想太靠近他 因为让我们感觉到 是很羞愧 或者是觉得不够好 我们可能靠近他 感觉就是不好受 所以我们就想要疏远他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去自我觉察的 一个细节 那么当时他就这样 他就讲到说 他说你知道吗 这个披头四 Bittles 这里面有两个很有名的人 一个叫保罗麦卡尼 一个叫约翰兰农 然后这两个人 其实他们虽然在 Bittles里面 可是他们其实之间 也有点矛盾 保罗麦卡尼就这样讲说 他说如果他今天 写了一首新歌 他就感觉到 约翰兰农的表情 有一点紧绷 然后第二天 他说约翰兰农 就会赶快写一首新歌 然后保罗麦卡尼那天 就会有点紧绷 他们之间也是进到 余量情节 对 他们之间也是会 有一样这样一点的 竞争跟比较 那他就谈到说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个是从 哈佛商业评论里面讲说 怎么样子处理 嫉妒这件事情 他说第一个 是要找出嫉妒的原因 我们必须要自我觉察 那么你才能够从根源去做起 第二个是要把焦点 放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你是要从 你是把 你是你现在的你 跟过去的你来做比较 而不是用现在的你 跟现在的别人来做比较 是跟现在的你 跟过去的你来做比较 所以你比较焦点 是在自我的成长上面 第三个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肯定自己 他说我们要学会先肯定自己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这些芝加哥大学 跟西北大学商学员 做了一个实验 他说如果他们要去评估 竞争对手的idea 他们先找一群 企业的经理人 将会评估那些 别人的idea 那你知道他们一定 出于嫉妒的话 就说那idea不怎样 也没什么好学的 可是他说如果他们先做 他们现在有两个组 一个组是 他们直接去评估 一个组是叫他们先写下 他们自己的优点 他觉得自己优点是什么 他自己最看重的价值是什么 比如我是一个 很看重家庭的人 我是一个很喜乐的人 他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他的优点 或是他所看重的价值 写下来的人 这群有发现自己优点的人 会愿意比 没有发现自己优点的人 多花60%的时间 在看别人的idea 他们比较 他们在看的时候 并不会感觉到 自己的价值被贬损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其实我们过去有谈过说 一个人要怎么不嫉妒 如果他知道天赋 是何等的宽广 何等的良善 如果他开始建立一个 更宽广的心 那么如果他知道 他自己到底生命中拥有什么 他的特长是什么 他的优点是什么 他就不会被别人生命中 有那些优点 就感觉到他失去了他自己的价值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会陷入到季度里面 因为我们伤心仇的一个谎言 那个谎言就是 我所没有的会使我更快乐 以至于我们忽略了 我们已经有的 所以我们总觉得快乐真的在前头 那你看到整个的 所谓的广告媒体也好 广告的媒体就是要让你感觉 现在的你是不快乐的 对 因为你还缺了一个东西 缺了一条牛仔裤 缺了这个手机 缺了这个房子 对不对 那其实你看整个广告 广告的目的就是要激发你 觉得 他有的真好 OK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 完全是用这一种比较心态 来激发购买欲也好 激发这些所有的这些 整个的经济 我们的经济繁荣 跟这个都某种程度有一些的关系 但是重点是 仇敌他其实放了一个谎言 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也吃了这个谎言 那个谎言就是 我所没有的才会给我真正的快乐 那人就会这样子 人就会专注在他没有的事情上面 就会忽略他所有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 在追求他的事业成功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东西压在什么 我就是要赚更多钱 我就是要有更大 更好的工作 更好的职位 然后怎么样 然后他会把他的什么东西 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他的婚姻 跟他的家庭 摆在一边 更可怕的是 我们需要明白 因为嫉妒他本身的背后的 那个因子 其实是贪婪 是greed 所以他永远不会说 我真的有了那个之后 我就满足了 他不会的 他不是说 我今天有了这个房子 我就满足 我换了一台车子 我就满足 它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 继续贪婪 跟继续嫉妒下去 换句话说 我得到这个之后 我还是不够 因为那个谎言会继续告诉你 你还没有的 会让你更快乐 所以这样有点快乐感 但是会更快乐 所以你不要松懈 继续努力 继续追求 然后你就继续在追求 可是最后你会发现 就算你真正到了 你还是不满足 所以很多的时候 真的当我们的 我们吃了 这一个仇敌魔鬼 或者是这个社会价值观 所给予我们的这个谎言 说你没有的东西 才会让你快乐 你会发现 当你进入到 那一个循环的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那种白老鼠 你在养白老鼠 不在跑那个人 所以为什么 全世界最有智慧的 所罗诺王在传道书 他讲 他说我又见人 为一切的劳碌 和各样灵巧的工作 就被灵社嫉妒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愚昧人抱着手 吃自己的肉 满了一把 得享安静 强如满了两把 劳碌捕风 其实大部分的人 在他追求的人生的 背后的动力 或者是动机 其实是贪婪跟嫉妒 然后抓到这一切之后 却发现最后是什么 都是空虚的 我其实可以验证 你所讲的这个话 因为我的太太翠芬 她在癌症医院工作了十年 她就是在癌症末期的病房里面 照顾这些病人 她就曾经跟我谈过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癌症末期的病房 它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已经不只是身体的照顾 特别是在安宁疗护的病房里面 有很多是这种灵性的照顾 心灵的照顾 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她常常听到人们就讲说 她很后悔 把她所有力量都在追求 这个世上的名誉 地位 成就 事业 财富 这些东西 可到最后 她看到很多人 他们很有成就 因为她是在一个 私人的癌症医院里面 又是在一个 最好的癌末的病房 很多人来的时候 就是家境是很富裕的 可是来看她的家人却不多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她的婚姻早就破裂了 她的孩子 在一种没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 长大之后也不想来看爸爸 如果人的心里面 有这样子的不满足感的话 其实她的心里面是一种空洞 她的心里面有一种 真正的这种空缺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填满这个空缺的 可是就像我想问的问题是说 那怎么样子能够 在这个当中得到一个平衡 她感觉她想要给家人 更好的生活 可是又不陷入到 这样子一个贪婪的追求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有 神圣的不满足感 是也有不神圣的不满足感 就是很世俗的不满足感 那怎么样能够区分这个 其实是关键 第一 我觉得 有五件事是我们可以做的 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满足 让我们的不满足感 是神圣的不满足感 第一个就是要学习感恩 我们每一天都感谢神 是 你还是可以由你所追求的 可是你每一天 为你已经有的感谢神 会帮助我们怎么样 知道感谢的力量有多大吗 那个经文告诉我们 还让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意思是说 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忧郁 你不会焦虑 你不会彷徨 你不会觉得 我比不过人 完全不会有 因为这是感恩的力量 第二件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停止比较 停止比较 其实说真的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社群媒体当中 社群媒体 不管是脸书或者IG里面 大家PO出来的照片 绝对不会是他的挫败 不会是他的挣扎 不会是他们的低潮 PO出来的绝对是什么 他们人生当中最精华的 都是要炫耀 觉得不会把零分考卷拍了之后 上传IG 一定是去了哪一个最好的餐厅 去哪一个最好的度假 哪一个最好的酒店 哪一个最好的 所有这些的东西 所以其实说真的 我们真的要保守我们的心 当我们在看脸书的时候 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其实 仇定魔鬼 把那个谎言丢过来 就是你看他们好快乐 你看你都没有 你看他们吃得多好 你看他们住得多好 你看他们开得多好 你看他们的孩子多好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又陷入到 这样的一个比较的 一个思维的里面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 单单的放在神的身上 要相信 神会祝福我 但是按着我个人 成熟成长的一个方式 不管是我所需要的资源也好 我所需要的人脉也好 我所需要的关系也好 包括这些所有的东西 其实神会祝福我 那神对我的爱 跟神对我的祝福 不是定义在 我拿了多少钱 我开了什么样的车 我拥有什么样的房子 我拥有什么样的事工 这不是定义神对我的爱 跟神对我的信任 第四个是我们要谨慎 不要让仇利这个谎言 就是当你有更多的时候 就会更开心 你有更多的时候更快乐 影响我们的 影响我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现在是快乐的 因为保罗说 我们可以喜乐 你的喜乐跟物质多 少一点关系都没有 保罗是在监狱里面说 你们要喜乐 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现在的我就可以喜乐 现在的我就可以有满足的喜乐 最后很重要的是 当我们面对到基督的时候 我要诚实面对我里面的感受 当我里面有不安全感 当我里面有恐惧 当我里面有彷徨跟害怕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那个空缺 如果我不去注视这个 其实我会用很多错误的方式 去填满这个空缺 那时候我需要做什么 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就像我当时在我的服事当中 发现我里面的洞这么大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洞只有神的爱 天赋的爱可以来满足 所以我去面对我的感受 然后我把这个带到光中 然后求神来帮助我 以及我的追求 不是在一个不神圣的 一个不满足当中在做 哈佛商业评论这样告诉我们说 不要在忌妒当中 不只是让我们成为一个 更快乐的人 跟人关系更好的人 也会让我们成为一个 绩效更好的人 所以不要忌妒 会让自己更快乐 变得更好 而这个关键是 我们认知到自己忌妒的根源 到底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永远跟自己比较 而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今天的我们 可以比昨天的我们更好 神没有应许我们 我们会比别人更好 可是神确实应许了我们 我们可以比过去 没有神的时候变得更好 亲爱的朋友 而且当我们开始 肯定我们自己的优点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进到 嫉妒的当中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发现 我们的优点 还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恩典是什么 学会数算神的恩典 学会感谢神 给我们的种种的恩典 很开心跟你分享 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在网络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men 生命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